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喜欢玩一把小铲子 用它在时光的沙滩上挖呀挖 自得其乐 打铁这会儿适合孤独的人干 我小时候经过铁匠铺 总会看半天 通常是一对师徒 你一锤 我一锤 在铁针上敲打通红的铁块 他俩叮叮当当锤打 砸在铁针上火星乱冒 他们赤裸的上身湿漉漉 闪烁着汗珠子的光泽 但让我很感意外的是 这奋力敲打的一对师徒 几乎从不说话 他们默默捶打着铁块 直到把它变成一把锄头 或者一只锅铲 别的匠人 比如木匠的工作场景 他喜欢骑在一个木梁上 抱着袍子 智智有声 推出一堆散发着木头香气的袍花 木匠一边干活 一边会说着笑话 逗得旁边看热闹的小媳妇大姑娘 都哈哈大笑 实际上干活 也是一个人 在河边瞅到一个质地很好的青石 就开始干活 把这石头变成一个磨盘 通常需要七八天时间 他就这么一个人在河边 雕琢 一块大青石 可能没人陪着他 但他会自己找乐子 比如嘴里哼唱着一只酸雀 或者大声跟经过河边的过路人打招呼 可能是我的偏见 我对铁匠干活印象深刻 打铁的人看起来天生就是沉闷的人 比如吉康 他眼里大概没有了世界 甚至他也看不到烧红的铁块 也不理会乱见的火星 我总觉得一个铁匠干活的时候 可能是闭着眼睛的 他一定是在心眼里养了一只小虫子 叫做孤独 李白狂傲敢说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赢者刘其名 这可能是刘灵的遗传 刘灵不单单喜欢喝酒 还有怪癖 比如喜欢裸奔 大概他总是光着身子 在自己家里走来走去 这些人都有些任性 作为一个成年人 很多时候是不能任性的 比如李白 他好酒贪杯 还喜欢趁着侥幸写诗 但他就不敢光着身子乱跑 因为贵妃娘娘可能叫他去写诗 李白怎么度过孤独时光 他看山 正鸟高飞镜 孤云独去弦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平山 你们爱飞多高 飞多高 我跟山做朋友纵行吧 你们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们 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 裸奔不行 那就打铁 不能打铁 那就看山 看山这事儿 还有一个人也爱干 星期几 圣矣 雾衰矣 唱平声 交由凌落 至今 雨几 白发空垂 三千丈 一笑 人间万事 问何物能领恭喜 我见青山多妩媚 廖青山见我英如是 轻与貌略相似 一尊骚首 东窗里 响冤名 平云旧诗 此时风味 江左臣看求名者 其时 卓老妙离 回首叫 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 武不见 恨古人 不见武狂儿 知我者 二三子 我每次读 星期几的诗句 都有一个疑问 那 知我的二三子 又是谁呢 肯定不是孔夫子 我怀疑 其中一定包括了李白 这两人 有很多共同爱好 都喜欢账倩 都喜欢远游 爱喝酒 爱写诗 除此之外 他们还狂傲而孤独 别人 想尽了荣华富贵 他们想尽了 孤独寂寞 别人 夜夜欢迎 他们 独对青山 别人成群高飞 他们欣然独往 就在孤独中 他们得到了 某种自由 那打铁的人 什么废话都不用说 那裸奔的人 也忘记了自己身在族室 这就是孤独的妙处 海明威是哈纳瓦的名人 上次总统 下这一夫 都是他的仰慕者 他的朋友圈里 有明星和美女 也有警察和小偷 不过热闹之后 他还是要回到孤独 那是一家 普通旅馆里的一间 十来平米的房子 里边只有一套桌椅 和一张单人床 这个回到孤独世界的人 开始享受孤独 并且进入写作时刻 海明威的生活 反差太过强烈 我经常难以理解 最后 他还是用一管裂枪 打碎了自己的脑壳 结束了分裂的人生 多数普通人 都很像海明威 既不甘寂寞 需要热闹的生活 又不愿被浮华人生 所吞噬 想要领略 孤独的妙处 所以 多数人都容易陷入 这种分裂状态 这是普通人的苦恼 伟大的智者 如布尔赫斯 就活得更可爱一些 就好像 他已经看淡了繁华 看透了虚浮 布尔赫斯生前的职业 是国家图书馆馆长 这大概是世界上 最不需要繁华热闹的官职 他管着成千上万的书 就像一只 孤独的老虎 静静地巡游 自己的地盘 沉默地打理着 自己的江山 一座图书馆里 充满了神秘的往事 还沉睡着 无数的智者 一个图书馆长 有理由 与往事干杯 与智者对话 唯一的条件是 你需要 病气热闹 布尔赫斯活了87岁 他比海明威 多活了25年 属于高寿 这是上天 对他的照料 作为一个图书馆长 他心里几乎 装了一整座图书馆 我每次读他的文字 就会感慨 人世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他博学睿智 不但脑子里装下了 整个世界的往昔 还创造了他自己 奇妙的小说 和诗歌的世界 这需要 多么复杂的脑子 当然 并非他脑子特别复杂 而是他习惯了 这种安静的生活 把孤独 变成了人生的富足 一位好朋友 这样和我受到布尔赫斯 当我看到 他和猫在一起的照片 觉得他 内心孤独 而温柔 一个老人 和一只猫 一个人 和一座图书馆 一个作家 和孤独 我想起 一个打铁的人 他是把孤独 锻造成了 人生的玩具 好的朋友们 这篇文章 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